我是KC 今天介紹就是自賺這款新出的手持穩定器 M2 這自賺穩定器其實非常細小 比我用多一點 實在很多 其實我還有一支V-Black 那支比這支大很多 再拿一支V-Black給大家看看 我會給大家看看 現在這支就是這樣 放上去細小 V-Black就是這麼大支 大家看看這支 這個尺寸是非常細小 就是這麼大支 相比你 的高度不是差很遠 但是呢 這支呢 就可以放一些大機 這支相對來說 這支可以放一些小機 好 那我先看看這個盒子 那有一支 穩定器 這支主角 然後是瘦帶 有一個 跟著有腳架 這樣就方便我們跳平 這樣就像KAPC的充電線 有一個手機夾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那個快插板 還有快插板的螺絲 那就是這麼多東西 那這支穩定器 我們主要呢 都是放一些小機 例如 Copro 手機 還有 這支是6400 就是這一類 那主要都是 可以一支乾 就用多三樣的 那就 輕便 非常輕便 那變了 可以隨時都 在背囊裡 或者在袋裡 都會較為方便 那這支呢 就秉成好像 這支一樣 其實現在開始有很多 CopyCat 這個設計 就是一個鎖定位置 這個 可以把雲台鎖定 方便去調平 那這個也有 那這個呢 就有兩個鎖定 那這裏有其中一個 這個開了呢 就可以轉一下 這樣去這裏呢 就有一個額位 這裏有一個額位 這個額位呢 就是裡面有一支針 那只要你剔了上來 那你轉到某個位 那它就會 有支針 卡住了 那另外這個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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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脫開它 向上去拉 那它就會解鎖 全部可以動 那這個原理也一樣 這個有支針 這個位置有支針 不知道 看不得到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支針 其實呢 用手針呢 就可以把支針針針出來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針 這個位置就會鎖住 那它這裏呢 還有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就是剛剛好闖 在支針裡 就是如果 我們 把穩定器 移回這個位置 然後 移回整個 一放進去 你聽到啪聲呢 然後鎖住它 那這組 就落死了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這次的設計 好處呢 就是它有黑度 它有黑度 那這些黑度呢 就可以令到 你調平之後 那如果 突然間拿一部機 出去 下海底 都會影響 拆了東西 那變成什麼呢 那你就 記得那個黑度位 記得那個黑度位 那你就可以 去到 插回那邊 下去 設定一個黑度位 那你就可以 立即 立即 開出白色 就不需要再調平 好 那講完這次 就介紹一下這塊板 這塊板裡面 都是有黑度 有黑度 那這塊板 插這個位 然後插進去 那這塊東西 都可以插 只要你調平了之後 那個位置 調平了 做好之後 你拿著去 那它已經記憶了 你之前 調平好那個位置 那你就不需要再 再調平 做多一次 那就可以立即拍 這個是 簡單 但是有深思的設計 好 那介紹完這個之後 那我就 尤其是這支穩定器 有一個賣點 就是可以給 同時有三種 設備可用 第一就是 這些小的 淡飯機 無飯機 那我這部是 Sony的640 那這些機可以用 那另外就是 有個 剛才見過 有個相機夾 那這裡可以插進去 相機夾 可以給手機用 另外一款 就是 大家很想用的 Gopro 那Gopro 為什麼又要是 再放一個 穩定器 它自己的穩定器 都很強勁 但如果兩個具合上 其實是 更厲害 那這個呢 就放了一個 架 就連上一個 咪 在這裡 我會試用這個方式去裝 看看效果如何 好 好 那這段 今次我拍的這部片 要分三個部份 一個部份 就是相機 手機 和 Gopro 它如何設定 其實 都有一個 我昨天的親自XV 我有上網看了 去介紹的片 原來呢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 你要裝它的APP 裝回它的APP 裝回這個APP 這個APP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 第一次設定的時候 你要用這個APP 將它 這部機 所有的方式鍵 因為它這部 是內置Wi-Fi 和 藍牙的 那藍牙 就是用手機 Wi-Fi 就是連你其他設備 那你 做了一次設定之後 它裏面 就有一個記憶的 這裡 要看清楚的話 這裡 就有一個 摩托的強弱 第一個是調 第二個就是Wi-Fi 然後 你進去 你進去 然後 你就會 看到 你的設備 和Wi-Fi 連接 就是在這裡顯示的訊息 另外 還有一個 就是 紀錄 裡面 就 紀錄了你所有的設備 它可以記到五組設備 即是現在 入二三 還有三部機 之外 你另外一種可以設置兩組 你以為是上用設備 它用了幾個 之後 你開機連線之後 你就可以用到這些功能鍵 這裡 這裡有什麼功能鍵呢 就是 這些 例如 可以 直接在這裡按錄影 Menu 如果你的鏡頭 或者是 你的設備可以做 電子 sumeout sumeout 就可以用到這裡 這裡有個 sumeout 這裡有一個開關 這個就是Menu 這個Menu 就是先進去 先進去 有摩托 Wi-Fi 那個位置 另外這裡 有個 鎖 按兩下 就會中 按三下 有三鎖 就可以拍 VLOG 通常都 兼備這些 功能 好 按燈 你可以